大家好,我是张鑫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叫做咸淡苦瓜 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金沙苦瓜 反正就是咸淡加苦瓜一起炒 弄得咸咸香香 苦后回甘就对了 它是一个下饭菜 下酒也不错 一开始我们还是来聊聊食材吧 今天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苦瓜上面 老婆,苦瓜苦瓜 苦瓜到底是不是本土原生种的植物 不是,是印度 厉害厉害,它是从印度来的 印度在蔬果上面的分类是把它分在水果上 可是到了我们中华大地上是把它分在蔬菜类 印度是怎么吃它的呢 就是把它种到熟 我们苦瓜刚开始种是绿绿的,对不对 然后分成不同的品种 有的会变得更绿,有的会变白 但是最后都会变成黄色 然后趋近于橘红色 那个印度人就是到这个时候才把它拿来吃 因为到了苦成熟之后 它基本上就没有苦味了 它带的都是甜味 然后把中间的瓜勺、瓜瓢 还中间的瓜 那苦瓜都挖下来之后 榨着果汁一起喝 它就是带有甜味 所以他们是把它当作水果 我们是把它当作蔬菜类 老婆,那我问你咯 苦瓜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别名啊? 不晓得 嘿嘿 其实苦瓜的名字特别多 从宋朝一直到清朝 它的名字有很多很多的变化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苦瓜的名字吧 苦瓜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把它叫做锦荔枝 荔枝 嘿,因为那个时候的苦瓜都是小小的 一颗一颗看起来跟荔枝差不多 但是它比荔枝的颜色好看多了 荔枝的颜色长熟之后就变成铁灰色了吧 好像上锈的颜色 可是那个苦瓜小小的 一开始是绿的 后来转成深绿色 然后再转成黄色 最后变成橘色 看起来特别漂亮 在同一颗瓜树上有不同的颜色 看起来好像花团锦簇 所以就把它叫做锦荔枝 还有另外一个别名 听起来就特别有趣的 叫做赖葡萄 赖蛤蟆的赖赖葡萄 为什么 一串串看起来也很像葡萄 但是它的皮就比葡萄难看多了 葡萄的皮是光滑的 它的皮就好像赖蛤蟆一样 身上长满了油 所以也有人把它叫做赖葡萄 再来有人把它叫做半生瓜 老婆为什么叫它半生瓜 因为苦瓜不能吃全生 因为印度才吃全生 不能吃全熟的 印度才是全熟的 一定要吃它半生不熟 半生不熟才带有我们喜欢那种 苦后回甘的感觉 才能够吃得出它的苦 然后感受它苦后的清点 所以全熟了 咱就不吃了 这是第一个名字来由 第二个为什么叫半生瓜呢 因为人过了半生之后 才会喜欢吃苦瓜 人在小孩子的时候 吃苦瓜都会变成什么 苦瓜脸 人过了半生体会了 人身上面的苦之后 才知道什么叫做吃苦当做吃补 什么叫做苦后回甘 半生不叫做苦中作乐 所以人过半生才会吃的瓜 也叫做什么 半生瓜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君子瓜 老婆为什么 因为他只苦自己 不给别人 这跟儒家思想差不多 君子跟小人这边 小人就是不管喜怒哀乐 能推给别人就推给别人 我能够把自己的感受 跟拉着人家一起进来 就拉着人家一起进来 而君子呢 苦谁 苦自己 但是不把苦推给其他人 就跟苦瓜一样 苦瓜不管跟谁一起煮 苦的永远是他自己和汤其他东西 沾染不到任何一点的苦味 所以又把它称之为君子瓜 而广东把它称之为凉瓜 老婆为什么 它比较寒吧 本草钢幕里面有讲苦瓜 胃苦而性寒 就是认为它的那个 苦瓜的属性会比较凉一点点 吃了可以降火气 所以又把它称之为凉瓜 好嘞 今天讲到这么多好玩的名字 是啊 我就不再多说了 赶紧把时间教给老婆来分享 这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什么菜 咸蛋 苦瓜 老婆时间交给你 上 大家好 我是玉露 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是白色的苦瓜 还有一种绿色苦瓜 其实也可以做 看你买到的是哪一种 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白色的 对 我觉得白色没那么苦 比较甘甜 好像台湾白色的多 嗯 大陆绿色的比较多 刚才讲到这个苦瓜 它是比较凉对不对 对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不吃苦瓜的 可是后来有一次我们上护理课是不是 我们老师高中护理课 我们高中老师就说 如果你长青春痘 或者是便秘的话 就要多吃苦瓜 有 然后我那时候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常跟我问我说 我要吃苦瓜 哈哈哈 那我把营养学说一下好了 为什么可以治疗青春痘跟便秘啊 第一个因为它维生素C的含量会不会高 维生素E的含量也很高 所以它对人体是有很好帮助的哦 所以也可以减少青春痘的发生 那为什么呢会减少便秘呢 因为它里面含有高量的膳食纤维 对啦 膳食纤维 它可以刺激肠胃乳动嘛 你看我现在就是尽量把这个边边 嗯 尽量刮得越多越好 对 这样子的话就越不苦 那相对你喜欢吃苦的话 你就不要刮那么多 不要刮这么干净 对 你看它这个纸啊 这个还没有很橘哦 如果它再熟一点 它的纸就变成橘色的橘红色很漂亮 对 好 这个刮好了 我们切的时候就这样切 好 这样切 你看我切的厚度 大概是这样子 比一公分再薄一点 对 差不多这样子 就是看你喜欢的口感 嗯 OK 蛮漂亮的 你看中间还可以透明 对 好 那我们这个切一块 切一些蒜末 好 先来处理新香料 对 切成末的话 它就会跟那个 咸蛋的金沙 就是混在一起 嗯 而且通常我们在做咸蛋的料理的时候 都要配这个蒜末 因为蛋还是会有一点点蛋腥味 对 这个还是去腥用的 这很重要 对 然后再切一些辣椒 这个辣椒最主要就是好看 嗯 配色用 好大一条 对 准备两个咸鸭蛋 通常就是一颗苦瓜配两个咸鸭蛋 因为咸鸭蛋的香气特别香 我们多加一点 这个咸鸭蛋我们先这样 就是 敲一下 然后这样放直来 这样等下才不会滑 然后我们刀子呢 我们就这样子 从中间 哇漂亮 这个品质就很好 嗯 它就流油流的很漂亮 对 我现在准备一个塑胶袋 其实很多的那个金沙料理 都是把这个就是咸蛋跟蛋白 就是蛋黄蛋白把它切得碎碎的 对 那我们今天的方法是用这个方法 把它装在塑胶袋里面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试一下那个 它的蛋白的咸味哦 这样我们等一下才有办法调味 因为有的咸鸭蛋的蛋白很咸 有些的不是很咸 对 所以有的人在做的时候 会把蛋黄蛋白分开 分开 就是蛋黄下去炒金沙 蛋白最后调咸度 对 我吃我觉得还好 还不错 就两颗全上 哎呦 这咸蛋品质不错 我们这个买的是那个全联真空包的 所以它品质还蛮好 这一颗快20块了 当的品质 没有帮他打广告啦 但是就是这个还不错 一般南北杂货行的咸蛋黄 一颗大概是10块钱 对 好 再来就这样子了 好 我们就直接这样子 先把它搓水就对了 搓搓搓 好香耶 这样就闻得到咸蛋香气 这个好处就是到时候它这个 它已经变成泥了嘛 就会挂在那个苦瓜上面 好了 那我们现在准备上锅 锅子里头先放一些油 炒蒜末 蒜末稍微炒一下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开大火了 把刚才的这个咸蛋全部下来 对 这个我们就要把它炒出沙 对 就这样子 炒到有泡泡啊 对 好香喔 对 今天的这个咸蛋蛋黄特好 你看我的火 可以再开大一点 如果你刚才试吃的时候 你觉得它那个蛋白已经很咸了 那你蛋白其实就放 就是两颗的话 只要放一颗的蛋白就好 另外一颗蛋白就不要放 另外一颗蛋白啊 把它切碎放在旁边 对 如果炒完了 大家吃觉得不够咸 再把它倒进去 一半就好了 对 你看 这样起泡了 对很漂亮 哇 这个香气又更上一层楼了 对 好香喔 泡还在旁边起 就是要这个感觉 你看它起泡了 就在旁边等 把你的食材准备好 好 苦瓜进来 那我们先把它翻一下 金沙料理也是我们有拿手菜的 其他菜我们不敢教 这个我们做的真的很好吃 这个水先进来一些 要把它焖一下 把苦瓜焖软 然后我们下一些糖 就是苦瓜的料理啊 糖要舍得放 不然真的会很苦 它才会有苦后回甘的味道 然后一点点的味精 这就真的回甘了 好 那我们现在先开最大火 把盖子带起来 好嘞 把苦瓜焖软 现在差不多两分钟 可以打开检查一下 看苦瓜变软了没 还是 还不够软 那我们就可以 把火转成像这样子喔 中火 不然一下水就干了 苦瓜还是硬硬的 这样我们再让它再焖一下 差不多又过了三分钟 前前后后大概就是 焖了五分钟 这个大家要自己看自己的苦瓜状况 再决定 而且要看你苦瓜切的厚薄度 你看现在这样子 苦瓜已经软了 汁也收的差不多了 好 那我们现在 简单的给它勾一点芡 对 勾芡就是要让它的这些酱汁 那个 咸蛋那些 全部都扒在这个苦瓜上面 就是不要让咸蛋给浪费 对 而且这个黏黏糊的 拿一角饭特好吃 全部黏住了 全部都黏住了 好像江湖一样 好漂亮 好最后 再把这个 辣椒 真的是配色用的 漂亮 一些葱花 水呀 我们就出锅了 熄火 出锅 哇 漂亮 讚 讚 怎么样 怎么样 超漂亮 稀里哗啦两三下就做好了 而且很香啊 真的超香的 卖相又好 快来吃一下 我觉得白色的苦瓜 对这个金黄色的那个金沙 看起来特漂亮 我们猜一张特写一下 对 沾的满满的勾芡一下 我觉得就是关键步骤 金沙都挂在上面了 一入口就是 这个咸淡咸咸香香的味道 嗯 然后多咬两下 那个苦味就跑出来 嗯 要吞下去的那一刻 就有那回甘的感觉 呵呵呵 这不就是人生嘛 嗯 就是要勾芡啊 嗯 然后把它压成泥 不然你如果切成快 你想要吃那个 咸蛋黄都吃不到 也夹不起来 你看喔 我讲入口的味道是 咸 香 然后再加上苦后回甘 我没有提到甜味 嗯 就好像人生 甜味就是穿插在中间 似有若无 但穿插那么一点点 你就会觉得 它是个幸福的人生 最后我还是有几个东西 要从营养学的角度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三种人 吃苦瓜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喔 第一个 就是你本身性寒啊 你就容易拉肚子 肠胃不好的人 你吃苦瓜的量 要特别拿捏一下 这是跟中医有关 第二个 在营养学 或者是中医里面 有说这个那个苦瓜里面 还有奎宁素 奎宁对人体来讲 是一个好的东西 但是它会造成子宫收缩 所以如果你是刚刚怀孕 或者是怀孕期间的妇女 要特别注意 中医师都会跟大家讲 如果你怀孕的话 吃这个苦瓜的量 要拿捏 但是就营养学的角度来说 它奎宁的量 非常非常少 应该不会造成 人体太大的副作用才是 不过我还是把大家的说法 都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 如果你真的有怀孕的话 还是拿捏一下 会比较好 第三个 老婆你要不要猜 什么人不能吃苦瓜 吃什么人 不喜欢吃苦的人 就不要吃苦瓜 好嘞 超新饭谈 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 咱们下回见 拜拜